當年是一個就是 偶像歌手們都要去拍偶像劇的年代 就是像比如說心靈啊 就是我那年代就是我們都是要去拍很多的戲這樣 不只是唱歌 反正我那時候就是休學了 所以就去拍戲 那後來這個故事其實有點 有點長啊 但長話短說就是我後來也有去上海拍戲 然後其實我自己覺得我好像不是 那麼適應這樣的環境 對然後後來 其實我就得了一個叫做 孽餓關節障礙的小毛病 就是我 那叫什麼 孽餓關節障礙 它就是你的這個咬合的這個地方 打不開 就是會很痛 對 孽餓關節 哇 我就去看醫生 那是不是跟心理壓力 對 就是他就說你就是可能壓力很大 所以你睡夢中會習慣性的咬緊牙根 這樣子 就是壓力很大 可是我們難道誰 不是都是嗎 可是我就真的嘴巴張不開 然後很痛 而且會痛 對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檢查的時候 很印象深刻就是 醫生跟我說 那你這個最近就不要常講話 然後也不要唱歌喔 這樣 那所以其實我跟 後來我跟這個Kiki 認識的時候 然後 嗯 就也是因為他就是 出道之後有一段時間 小休息 是不是 對 對吧 你是哪一年出道 200 你自己回憶喔 不是我要回憶 免得我講錯 2002啦 2002 2002 對 出道 第一張專輯是2002 17歲的時候 17 對啊 你看那時候他才17歲耶 我只是出道得比較早 那你唱片子幾歲啊 我好像第二張也是2002耶 一個年頭一個年尾 所以那時候也是17歲而已喔 我其實在台灣有上大學 然後可是後來就休學 然後就去拍戲 因為那個 當年是一個就是 偶像歌手們都要去拍偶像劇的年代 就是像比如說心靈啊 就是我那年代就是 我們都是要去拍很多的戲 這樣不只是唱歌 反正我那時候就是休學了 所以就去拍戲 那後來 這個故事其實有點 有點 有一點長 但長話短說 然後就是我後來也有去上海拍戲 然後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好像不是 那麼適應這樣的環境 是喔 對 然後後來 其實我就得了一個 這個孽額關節障礙的小毛病啦 就是我 那叫什麼 孽額關節障礙 它就是你的這個咬合的這個地方 打不開 就是會很痛 是喔 對 孽額關節 我就去看醫生 那是跟心理壓力 對 就是他就說你就是 可能壓力很大 所以你睡夢中 會習慣性的咬緊牙根 這樣子 就是壓力很大 可是我們難道誰 我們不是都是嗎 可是我就真的嘴巴張不開 然後很痛 而且會痛 對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檢查的時候 很印象深刻 就是 醫生跟我說 那你這個最近就不要常講話 然後也不要唱歌喔 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那個 因為我當時是 因為我很喜歡唱歌 很喜歡音樂 所以我就進這個行業 然後 可是也因為想要 支持我的這個唱歌的工作 我就去拍戲嘛 那可是對我來說 我還是最喜歡唱歌 可是拍戲不是你喜歡嗎 對 然後可是我覺得因為這件事情 壓力大到 醫生告訴我說 你不要唱歌 就是你最近都不要唱歌 然後我就覺得 那這樣子是不是 然後剛好就是 也是因為我之前休學了 在我休學的時候 我是有答應我媽媽說 我還是會繼續回來念書 這樣子 然後所以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覺得說 那 好像還是可以繼續把學業完成 就先把演藝工作先暫停 就算了